一開始來看到全世界最關注的 就是今天是個大日子 就是十一 中國大陸國慶日 中國大陸的國家主席習近平說 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民心所向 不斷推動經濟運行持續的好轉 共建一帶一路高品質發展 落實全球發展倡議 安全倡議還有文明倡議 然後呢 30.2萬人齊聚天安門廣場 來見證國旗升旗 還有國慶大花 這個真的是最好的打卡拍照的地方 另外拜登有發送中秋祝福 願每個家庭都很快樂富足 中美好好合作 大家全世界也是很樂見 布林肯祝賀中國國慶 承諾要共同挑戰這些東西 要一起來合作 然後另外看到中美現在兩樣情 亮哥你怎麼看 中美大陸的部分 人民幣的國際支付 8月升到3.47 據日元3.68真的差一點點而已 然後它的PMI指數可以看到 9月份製造業PMI50.2% 首次超過就最近4個月首次超過50% 代表是一個經濟在復蘇 另外呢還有非日到業是51.7% 然後綜合PMI呢是52% 這都是很好的一個跡象 NF說今年估計就是會保五 那美國的部分呢 現在倩姐說這是進入ICU狀態45天 因為呢 美國眾議院終於臨時通過了 臨時支出法案 來避免關門 但是只有延長45天到11月17號 所以11月17號 我們又要再來一次了嗎 全世界又要經濟動盪了嗎 然後呢你可以看到 但是呢提供161美元的救災啦 就是沒有對烏克蘭提供資金的援助 這個今天那個這個大陸國慶嘛 然後有32萬人在天安門廣場 嚇死了 我有去查資料 這個200622萬 那那個已經是4年來的新高 那疫情前是2018年是14萬 是 現在是30萬 32萬 嚇死人 這個事實上也顯示一種 一種朝氣啦 我坦白說啦 比如說 我坦白講 我如果這個廣義解釋 我還認為跟華為有關 那剛好就是 就是 有點這個出了一口氣那種感覺 被打壓成這樣 然後大家也覺得 而且坦白講有一些跡象 對中國大陸來講都是 向上的 都是好事啦 對 比如說 經濟給人感覺是回穩 比如說 IMF你剛剛講到了 五啊 就基本上還是五嘛 然後PMI 也 九月是成長 對 是樂觀的 然後 我覺得當然 你也可以說是之前所推的一些 鼓勵消費的措施 現在逐漸開始浮現一些 這個比較正向的一些發展 那還有一個就是 十一國慶 這個旅遊的人 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高 這個 比春節要大得多 這個總共有 8.96億人次出遊 是 這簡直是不可思議 因為我這裡也有數字 這個收入總收入估計大概是 7825億人民幣 對 那這個是 這個 大概人均消費是873元 然後超過去年前年 因為前三年都跟疫情有關 這遠遠超過 2019年也超過 2019年是6497 然後這一次是7825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底氣 就是消費終於 第一次看到復甦的力道這樣 對 這個我覺得這個 當然是一個對比 你如果要對比就是 當然就是中國跟美國 美國 那美國就是陷入 奇特的混亂之中 比如說這個國會 針對這個 政府可能關門的危機 那既然不徹底解決問題 弄了一個延45天的法案 對啊 裝上葉克爾摩45天 那拖上45天 拖到11月7號 這個事實上就是 國會的怠惰卸直 我坦白說我舉例 請問你麥卡錡選議長 投票投幾次 我記得十幾次 那為什麼大家可以堅持到底 那為什麼政府要關門 你們不能夠挑燈業戰 解決問題 這更重要 這個就是這個體制有問題 怎麼會允許國會議員 回去度假呢 國家的危機你可以不管 我先回去度假再說 45天之後再來 我跟你講45天之後 一樣嚴峻 就這再一次 一樣嚴峻 因為12項撥款法案 而且麥卡錡這次還威信受損 這個將近30名的 他們自己人 這個川普的激進派 還說要罷免他 對 所以我難以想像 45天之後 就會是一個樂觀的局面 這個是國會的部分 我覺得這次有兩個面 都凸顯出美國民主出了嚴重問題 第一個就是 你國會為什麼不能解決問題 這是政府關門的問題 而且今年比2018年要嚴重很多 對 因為拜登已經把美國聯邦政府 變成一個 大量補貼的一個政府 所以只要政府停擺 就一定會有經濟量損失 比以前要嚴重多 2018年一般估計是一個月要損失 30億美元 對 那這個是一個月要損失60億 所以你這樣的一個局面 你國會議員可以視若無睹 那另外一個是總統 這個總統這兩位也是天才 美國也做了民調 有51%的人 認為川普沒有資格選舉 51% 可是有65%的人 認為拜登不適合再連任 這個拜登 這兩個都不適合 2025年上任就已經82歲了 82到86 我坦白說就是 一個總統候選人平於失控 另外一個平於失智 結果你老百姓只能夠選一個 不是失控 不然就是失智的總統 就二選一都是糟的 這個是什麼民主體制呢 然後你還要跟我講說 這個就是民主啊 拜託 你表示你這個民主體制 對於人才的基本要求 沒有篩選能力嘛 你還要多說什麼呢 對不對 那國會 對於攸關政府關門的 這種重大危機 竟然可以放假不處理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覺得這剛好是一個對比啦 就說中國大陸 這個很多跡象回穩 然後 這個走向樂觀嘛 然後你看到美國 國會跟總統選舉 也展望未來 大家都不是很樂觀 然後都對政治體系充滿抱怨 沒錯 要嘛就是筋疲力盡 要嘛就是感到憤怒 可是呢卻無忌可施啊 就是這樣 對所以呢就是 東升西降更加明顯了 而且呢中國大陸 現在很多好的一個狀況 然後美國呢有一些 這個爆雷的情形 尤其是來看到是怎麼樣呢 最近呢這個撥款的這件事情呢 引發大家的討論 因為大家原本以為說 也許又要那個 又要關門了 那最後呢是真的 給了45天的 讓他延長壽命45天 但是呢這重點是呢 就不包含 對烏克蘭提供任何的資金援助 然後呢拜登就說 我們不能停止援助烏克蘭啊 還說呢希望在預算當中 納入烏克蘭提供240億美元的軍員 但是就沒有嘛 那我想問一下倩姐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呢這個錢的部分 也凸顯出第一個烏克蘭問題 還有呢美國這個體制到底怎麼了 因為倩姐就說 其實她說 美國是落日中的帝國 進入到無解的狀態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最近也被發現說 美國啊這個貧富差距真的很大 曼哈頓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 平均年收入為是54萬多喔 最底層20% 跟他差了53倍 比較低收入是1萬多 所以他差了53倍啊 美國看起來好像經濟不錯嘛 好像大家有錢賺啊 美元又升值啊 為什麼搞成這樣 所以我先從拜登說 要給烏克蘭240億開始說啊 那麼大家都記得9月初的時候 澤連斯基到了聯合國大會 這一次我們說呢 他獲得的接待跟他自己想像 應該是相差非常遠 然後他接著到了華盛頓 因為華盛頓是他的最後一個希望 華盛頓如果願意大量的支持他 那就可以拉動北約 因為北約已經說 他們已經負擔了非常多的軍援跟軍費 那麼他到華盛頓的時候 他還是受到了一個相當溫暖的接待 因此240億的這個原污的預算呢 雖然一開頭在這一次兩檔討論的時候 沒有可能 可是到了最後一天的最後一刻 還在討論那個60億 就是6 billion 有沒有可能 那等到這個60億 你最後沒有進入他的這個 預算法案的時候 也沒有進入現在的這個 45天的ICU的討論中間呢 美國就開始嘩然了 你會發現很多人開始討論說 我們不是要保證我們的民主自由的體制 如果我們今天不幫助烏克蘭 那麼俄國會不會去侵略 他們甚至有人說 會侵略了一個又一個國家 如果他接著去侵略了北約國家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會進入一個更大的戰局 因為不要忘了北約是有集體防禦的 所以開始有一些非常鷹派的說法是 你今天用3%的預算去幫助烏克蘭 你明天就不會花很多的錢 去進入一個世界性的大戰 而且假定是真正美國 因為北約的某個國家受到攻擊 而進入戰爭的話 那就是核武大國了 亮哥也講過很多次 美國跟中國大陸今天 有很多的算是克制 就是因為不想要進入核武大國的競賽 而若是在烏克蘭的情況之下 一直惡化的話 那麼也可能會進入一個 核武大國的競賽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美國狀況 45天的ICU 為什麼我用這個急診室 或者是那個ICU來形容它呢 因為它並不是45天中間 要逐漸逐漸的會變好 情況會更好 而是45天之後 他們就會離開那邊再開始討論 再開始討論的時候 就有點像今年在年中 中間的中的時候 我們討論那個債務上限一樣 對 每一次都是在威脅說 可能就是會不過了 會這個美國的信用平等會出的問題 後來它雖然過了 就是到了明年底都不會去使用 或者是適用這個債務上限 但是它的信用平等的確受到影響了 這一次很多的信用平等的這些單位也說 如果再發生了政府失能的話 信用平等還要發生影響 那為什麼會進入這個狀況呢 為什麼我會說它是一個落日的帝國 因為它在政府這邊有預算危機 還有一個債務危機 過幾天那個葉倫就會出來告訴你 在企業的部分 它長期的用外包政策 讓產業外移的結果呢 使得它只有金融跟科技獨霸 因此它現在要再重新去建立 它的各種的產業生產基地是非常困難 再加上工資造成了企業的成本增加 但是因為通貨膨脹的關係 工人的實質薪資沒有增加 所以你有很多因為企業的問題 而造成的社會分配不均的問題 最後就是在民間的地方 到處都有新興之火 那個新興之火 從我們上次講的 汽車工人的大罷工UAW 一直到現在你看到各地的零元購 你會發現它的轉型非常的困難 因為它是80%的服務業 所以我今天先把這個預算的數字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預算的數字呢 是從那個預算書的第140頁 它的一個表拿出來 2024年你可以看到 我手上有印 因為這樣我反正看不到 我把它印出來 就2024年你看到 是5兆的這個收入 在這裡 它的總統提出來的支出 已經到了6兆8 所以它光是提出來的預算 就有1兆8460億的出口 缺口 光是預算就有1兆8460億的缺口 因此你就用百分比來看的話 底下是百分比 那個稅收的部分是18% 支出的部分是25% 它缺口已經到達了6.8% 那麼往後它事實上拉了10年 可我覺得只要看5年就夠了 從24這樣一直往上看5年 沒有一年是平衡預算 每一年都是預算出口 從1兆6700到1兆5200 就稍微縮小一點點 到1兆5到1兆6 它每一年都是這個預算出口缺口 那這個缺口的百分比呢 都會在5%以上 就是它的GDP的5% 所以這是它的國家財政的現況 不管是誰在當總統 他所發的就是這個情況 那如果說2024年你看到的是 1兆8460億的缺口 那先看看美國的財政部 現在是怎麼處理呢 這是它今年的數字啊 我覺得我很喜歡這張表 所以拿給大家看一下 這表裡面很重要的是 就是看這個藍色的部分 藍色的部分是美國財政部 所發的裡面叫做T-Bill 就是一年內的 你看它在早些年 它還可以發這種長債 就是10年的紅色的線 可是越靠近現在 你可以發現這個藍色的線越大 就是說它發了非常非常多的短債 一年之內的T-Bill 而這些短債 全部都要借薪還救的 因此它每一年作為財政部長 你不但是要去處理你的預算的缺口 你還要處理這些 借薪還救的這些短債 難怪夜輪時差來告訴大家 問題其實並不小 很嚴重 那麼另外我再補充說一下 剛才講的這個美股 原來現在剩下就是股市非常的厲害 我拿了一個大家常常說的 巴菲特指數給大家看 巴菲特認為說股票的總市值 要在它的GDP的75%到90%是很健康的 超過了120% 150%就是不健康 那我們現在在哪裡 在這邊 100%在這兒 就是這條線是100% 你現在在100%的上面非常的多 最高最高曾經到了將近180% 那麼到這裡的時候還是在150%左右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國我常常說它是一個很空洞化的經濟 因為它大部分的東西都是在金融市場上 有一個非常大的泡沫 最後講一下老百姓 其實在看汽車工人大罷工的時候 我心裡是覺得真的是兩邊都有道理 因為就企業來說 他們不是那些明星產業 過去在股票市場上一直往上飛升的 是金融科技 金融今年年初有一個大的這個銀行的問題 它就往下了一點點 可是科技就是這些年飛升 那傳統產業其實是還蠻按部糾班 低低的在走的 但是從這次的罷工 他們認為說工人要求是 你要增40%的薪資 立刻就要給我20% 現在談到大概是30% 然後越來越 那那個企業家願意 願意提供的是20% 兩邊比較近一點了 但是兩邊其實都有道理 因為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美國的每小時的薪資 在藍色的這條線 這個是靠應該是左邊的那個看的數字 藍色這條線 它其實是有一點增加的 它不是完全沒有增加 可是你在紅色的這條線 你可以看到 因為它的這些增加 它企業它的用人成本 其實是增加的很大 企業不是說我真的沒有哭出 它的用人成本增加很大 而汽車工業的說 如果我真的要按照你們工人 所要求的話 我們這些汽車工業 要再花1000億 我們承受不了 它也不完全是在撒謊 可是要看的是老百姓 這是老百姓 痛苦指數 它的實質深薪資 就是說你把通貨膨脹減掉以後 雖然剛才那一張你看到 薪水有增加一點 可是被通膨吃掉了 所以當你把通膨吃掉了以後 它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在零的這條線 就是沒有漲 沒有漲以外呢 前一段日子在2022年中 它還是負的 它實質上還是負的 現在好不容易回到了一個正的 就是沒有漲的狀態 所以這麼多年來 你看到美國的物價飛漲 工資雖然明目上有漲 可是實質上減掉通膨 它們也沒有漲 難怪它是一個越來越不公平的世界 去參加華爾街的 剛剛說了 所有的股票的市值 已經是你的GDP的150% 180% 所以很多的錢都湧上了金融 可是真正實際上在那裡 做汽車的 做服務的 幫你大家工作的這些人 他們是在一個零成長的狀態 這是美國 為什麼說它是一個落日帝國 而且它很難去改 因為這個地方到處都有很多的不公平 很多的新興之火 它沒有共同富裕的概念 也沒有要對口扶貧的機制 更沒有前段日子 中國大陸它快速的解決 全絕對貧窮的那種政府體制的魄力 所以今天我們再看10月1號 中國大陸有32萬人在天安門廣場升旗 這個中間所顯現出來的那種整個體制的韌性 固然有人會認為這是一個象徵性儀式性的 但是它還是代表著一種欣欣向榮的方式 以及是未來會更好的方向 好 剛才憲姐特別說了 中國大陸那麼多人去國慶升旗 代表什麼 那種感覺是未來會更好 明天會更好 欣欣向榮 果然最近來看到 這個景點人從眾 然後到處都塞爆 長城是這樣子的 外灘是這樣 亮哥也有看過類似的 那甚至還有網紅火鍋店說線上排隊 已經達說前面有645桌 這是他到底吃還不吃 然後黃金州真的好多人 火車載客首日2000萬人次 多地開啟人從眾 人從眾真的真的要用簡體字比較有意思 人從眾都是人 都是人 然後這種大陸說鐵路運送會來到1.9億人次 日均大概是1583萬人次 對這個人從眾我其實很有感觸 因為有一年就是春運的時候 我剛好在上海的舊火車站 那個時候還不是現在的高鐵 然後你就看到大量的人 他們就擔著各種各樣的包袱 那個時候是農民工要趕回家的時候 而今年現在的這個看到大家是自駕遊 或者是坐著高鐵坐著飛機出遊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在我們討論中國大陸的時候 剛才嘉遠已經講過了 第四個月以來第一次你看到了 對 PMI PMI的經理人指數 是往上是正 代表的是經濟活動的擴散 它不是在一個緊縮的狀況 而這個東西有兩個很重要 一個是製造業 那製造業數字其實已經不錯了 另外還有一個是這個非製造業的部分 就是NMI的部分 它裡面有兩個大項 一個是屬於那種大型的企業的 長得特別的多 另外一個是民間企業也過了榮枯欠 也在50.2 所以我們如果仔細去看的話 中國大陸在今年年初很多人說 這個疫情結束以後 你會有一個反彈報復性的消費 可是那時候並沒有來 所以消費一直很冷很冷 那國際上就開始說中國崩潰論了 說你們的消費已經拉不起來了 然後你的房地產又出了問題 我們在第二季第三季慢慢開始 有房地產的問題 那麼到了現在 到底要怎麼去看這個經濟體呢 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看說 它到底有沒有往前走的方向 那這個方向就是從杭州亞運 最明白的看到 那個用創新來帶領經濟 去找到新方向新發展的動能 已經非常快速在攀升了 就是從我們一開始講 那個李克強先生說 2025的時候中國製造 它那時候說的是三步走 從中國先進入製造業的強國 然後是從製造強國的後段班 到了中段班到35的時候 到了50的時候能夠再領先群 它有一個很長的 是建立在實打實的實體經濟之上 這個我講過非常多次 因為美國是在一個 這個算是一個服務業支撐的 但是它基本上是沒有製造業的一個國家 它沒有什麼資本形成 而中國大陸到不管是在再差的時候 就是包含在COVID的時候呢 它的資本形成 就繼續在投資在產業上面呢 一直是在非常穩定的狀況 那麼最近現在 因為全球的需求有一點差別 所以它的出口比較少 但是相對的它的進口也比較少 它還是在一個正的循環 是在順差的狀況 所以你仔細去看的話 中國大陸的資本形成 一直是它現在支撐它經濟的方式 只要企業家跟政府的那些國企 或是大企業繼續的在做投資的話 老百姓就會有工作 有工作就有尊嚴 然後也就有明天可以期待 這跟中國大陸跟美國的狀況 其實是相對比的 因為美國沒有什麼製造業 它的高科技跟金融的產業 顧的人數並不是那麼多 所以當它的產業的空洞化的問題 逐漸發生的時候 那那些中下階級 我不是說他們的階級是中下 就是收入啊 中下收入的老百姓 他們很可能就會進入到 又不可能被訓練去轉業 又沒有辦法在原來的行業裡面 繼續去獲得一個 足夠有尊嚴的收入的那種狀況 所以它的貧富不均的問題 會成為社會上面分配而造成的問題 過去我們常常說 我想亮哥一定很清楚記得說 我們常常說這開發中國家 會有一個叫做期望升高型革命 就當你看到有些人變有錢了 可是你沒有你會很憤怒 可是美國現在難道不是會產生一種 期望升高型革命嗎 他看到國家還是差不多 可是我身邊不一樣了 我自己的未來不一樣了 因此你會看到有零元購的 有去買蘋果的 有去打搶的 你會發現很多人 他就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之下 在一個相對沒有希望 也沒有產業支撐 沒有未來投資的一種經濟結構裡面 他會做出一些其他的選擇 所以今天還是在一個 美國終於有承認說 今年中國的經濟會在5% 那我們現在看到美國的經濟 大概大概最樂觀的 也是在2點多 那這2點多中間還沒有計算 他的政府剛才講的 政府中間的政府失能 政府的預算也還沒有講到 他為了天災人禍 要去做的這些預備 因此他更不可能去大量的 去耗費軍費去幫助其他的國家 今天不是只有烏克蘭今天在說 你們今天怎麼可以遺棄我 而是就算是今天不遺棄你 明天這些美國的政治人物 他還是會做遺棄你的選擇 對 所以台灣要好好思考一下 要聽一下剛才倩姐說的那段話 那事情怎麼看 因為這個中國大陸 現在就是到處都是人 然後也可以看到北京也很熱 稱為中國大陸國內旅遊城市最熱的地方 說要接待1283萬元次 比2019年增長21.9 然後呢在探親出境亞運這些 需求之下 其實被說這一次的十一呢 黃金周真的迎來一個出遊的高峰期 然後呢這個是怎麼樣 是在國內旅遊很熱啊 那的確啊他出境旅遊 跟去年相比超過了20倍 不過呢大家也在問說 那好像沒有說像以前一樣 到很多很多國家去 因為他們現在選擇在自己國內 國內就很好玩啦 到處都可以玩嘛 另外來看到那泰國也是要搶啊 搶中國旅客啊 然後趕快呢 總理啊就去 迎接首批的中國的免簽的遊客 希望趕快來到他們國家去玩 然後說到中國大陸產業的部分呢 我們剛才特別說了 2025年啊要變成製造業強國 然後中國大陸今年汽車出口 渴望四百萬輛 全球最多 為什麼呢有很多 都是電動車啦等等的 然後尤其阿聯酋的主權基金呢 其實他也已經來到中國大陸進行了開業儀式 然後投資的公司啊包括什麼呢 快手啦不知道指聘啦 小鵬汽車這些等等的 大使你怎麼看 對其實 要做一個比較的話 就是說還是要跟那個 2019這年的這個 統計數字比 疫情前 疫情前 那光這個 就是說今年的這個火車的這個 載運量 今年是1.9億 1.9億 預計是1.9億人次 那可是疫情前 2019年的話 1.38億 對 比疫情前高 對比疫情前高 而且高得非常的多 這就表示說 中國大陸的經濟的信心 已經 已經甚至超越到2019年了 疫情前 這個是我認為這個 假期的出遊的這個 數量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指標了 當然也有說這個是延後性質的 所謂的報復性出遊 因為去年的十一的時候 事實上的狀況還沒有 雖然疫情已經有舒緩 可是還是沒有一種 給人一種 很有安全感的感覺 現在你去大陸看 現在疫情的這個整個的陰影 已經完全不存在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今年比較準的就是說 這是完全不受疫情的 那還有一點 可能也有一點報復性出遊 那另外就是說為什麼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就是說 國際上的旅遊 今年並沒有像過去一樣 過去一樣那麼熱絡 我覺得這裡面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 本來日本是一個很大宗 對 本來中國大陸對日本的 很早的時候也就開放了 大陸是 日本是可以出遊的 這個國家地點 可是日本搞了這個 核污染水 讓人大倒胃口 所以呢 這個中國大陸現在對 對日本的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的誠信度 跟它的道德水準 是比較懷疑的 所以事實上很多紀錄顯示 就是說 對日本的團 事實上大量的減 減得非常的多 那韓國這幾年 這一年來 影習越 影習越也是啊 親美過頭 那事實上也影響到 日韓這兩個地方的 那遊客的這個旅遊的方式 旅遊的這個 這個意願 當然歐美是比較遠 可是我覺得 像美國要對中國大陸遊客 在感覺 讓大陸遊客在感覺 是一個非常歡迎 中國遊客的地方 這個感覺需要一段時間 來恢復 所以我覺得這個綜合的 整個過去一兩年的 地緣政治發展 那中國大陸旅客 事實上的話 在自己國內旅遊 觀光資源這麼豐富 而且呢 而且不必看人眼色啊 對不對 你會覺得 他是不是對中國大陸 有這個 有這個不良 就是說 這個有一點那種仇視 當地的這個政府 所 整個所這個 不斷的渲染出來的 那中國威脅論啊 所以我覺得 既然是要旅遊嘛 就旅遊的高興一點 在國內旅遊啊 對在國內旅遊 不過你看泰國就不一樣了 泰國事實上的話 這個旅遊 泰國本身是一個非常友善 也非常 非常怎麼講呢 是一個 老百姓心態非常平和的 然後他的社會氣氛 也是怎麼講呢 也是非常祥和的一個地方 不只是中國遊客區 全世界遊客區到泰國 都會覺得 很開心 那個地方很開心 你覺得你都會被 很熱情的接待 然後這個地方 這個老百姓又怎麼講 又非常的好禮 禮數都很周到 然後泰國的所有的觀光資源 幾十年的發展 那個資源 那個能量都非常龐大 你要各種價位的觀光 這種旅遊 他項目他都可以提供出來 所以真的泰國 是一個世界級的觀光大國 因為它有非常多的觀光產業 讓任何的遊客 不管全世界哪個方向去都很好 它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條件 就是溫暖的陽光 跟晴涼的天氣 那在10月這個時間 泰國慢慢進入涼季 是它一年最溫和的 氣候最好的一個 而泰國又有大量的華人華僑 泰國還有什麼 還有中國大陸的車去投資 所以大星怎麼看 因為泰國也對啊 都去投資了 然後中國大陸車也是 你看那個華為也推出了 說什麼 我要對標Model S 這個智介S7 說要跟你特斯拉比了 問介也出來了 另外還有包括BRD 也是賣翻了 你看6月7月8月 每個月都多了8000輛左右 那美國的部分 就開始在吵這個要加薪的問題 拜登跟川普都去現場說 停你們為了搶票 然後Tesla馬斯克就說 我如果真的跟你這樣加信的話 其實你真的會讓這些公司 進入破產的快車道 然後另外再來看到是說 美國之外歐洲的部分 歐洲要對中國大陸發起反補貼調查 然後大陸的商務部長王文濤就說 其實要表達嚴正的關切跟強烈的不滿 然後蕭斯就說 我們其實沒有必要對中國大陸電動車 收這個關稅 德國的交通部長也說 你今天圍堵汽車 明天圍堵化學產業 這會讓世界變得更窮 他這個我覺得就是說 中國的這個電動車 現在已經是彎道超車已經成功了 對 你像這個中國大陸這個汽車廠 第一個做電動車的車這個公司多 然後他推出來的產品 從他的這個價位來講 從低價位中價位中高價位到高價位 他的整個的產品是非常完整 那這跟現在在做電動車的 比如說日本車電動車是很落後 他們現在還在打油電車 還在打油電車 那所以他這塊地方 他是嚴重落後 那你像韓國也是落後 那你要看歐洲來講的話 歐洲事實上的話 他現在大部分的電動車 以歐洲生產電動車的車廠 都是種高價位的 車子都賣得太貴了 你在中價位跟中低價位的話 沒有產品 找不到 所以這個勢必就造成 歐洲整個的恐慌 美國現在有 可是美國的這個電動車 基本上特斯拉 也是把價位拉得很高的 都是高端的 只是說他現在因為賺的太多了 他沒有辦法跟中國的車競爭 所以他現在慢慢在車價往下拉 不過中國大陸已經 已經整個來講的話 電動車因為在國內的市場上 經過長足的磨練 跟這個市場的這個 整個競爭以後 產品已經非常成熟了 而且這個中國大陸已經 整個政府已經製造一個 對電動車非常好的一個生態系 所以中國大陸的電動車現在 你要歐洲 歐洲是唯一現在還能夠 跟中國競爭的這個電動車 現在就非常非常恐慌 所以歐洲事實上 這一次歐盟執委會 他對中國要展開所謂的 反補貼調查 事實上 它根本就是中國車 還沒有大量進入到歐洲市場 這樣子前況之下 它是一種非常超前的一種佈局 已經這種保護主義 在沒有中國汽車大量進入歐洲 尤其電動車市場 他就採取了這個措施 是可見他有多恐懼 中國的電動車 未來會取代歐洲車的 你知道 在這件事情一出來以後 你剛剛提到這個德國 德國的不只是肖茲出來這樣講 而且他的財政部長也出來講 是啊 他說你東賭 你今天賭車 明天賭化學品 你到最後 這個世界就越來越貴 對 他講的世界就是歐洲 因為中國的車 基本上它是可以做中價位 中低價位 那這個部分呢 為什麼歐盟要補 然後德國要反對 因為這個整個案子 後面的始作俑者就是法國 因為法國 他做這一件 做這樣子事情 法國沒有遭到相對報復的 這種可能性 因為法國在中國 整個的汽車市場裡面 法國車的市占率 只有0.4% 這個幾乎是微不足道 因為法國車實在做得不怎麼樣 性價比也不好 他最兩大 最兩個一個是那個標誌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雷諾 這兩個款 Citron已經比較不行了 法國就這三大汽車 基本上在很多外國市場 它都是往後退 不是往前進 可是回過頭來呢 因為歐盟的保護主義 讓法國的車在歐洲還有市場 那過去這段時間 法國車在歐洲市場 它的市占率不減反而增 因為它填補了一些德國車 沒有去佔的市場 所以它很在意歐洲的市場 可是它不在意 它在中國大陸的市場 德國正好相反 德國在中國的汽車市場 市占率是17% 所以德國汽車都非常怕 他說你這個調查 本來就有問題 因為你要說中國大陸 有補貼的話 德國沒有補貼嗎 1100億歐啊 那我知說的 另外一面 他們只能找什麼 歐盟講什麼 歐盟說 中國大陸提供了怎麼樣 比較優惠的貸款利息 請問一下歐洲哪個國家 不這樣做 中國大陸提供了比較廉價的土地 工廠土地的使用 他只講這兩點 結果歐洲全部在做 那問題就變成這件事情 如果說歐洲硬幹的話 中國大陸也相對採取 反補貼調查的話 對歐洲車電動車在中國市場 採取同樣的 所謂的懲罰性關稅的話 那德國首當其衝 所以德國人就說 你法國人 你這不是在整中國 你是在整我 整德國 你在整德國 所以這一件調查案 是不是能夠繼續下去 事實上還值得觀察 而中國大陸 王毅 王文濤 王文濤有說 王文濤第一 這就是保護主義 對啊 而且中國車現在進入 現在整個從中國進入 歐洲市場的電動車 超過10% 11% 而這裡面大部分 去除掉Tesla廠之外 大部分都是什麼 大部分都是歐洲在中國設廠的 歐洲品牌的車 中國的譬如說 我們常常講BRD 在慕尼黑車展大放異彩 那並不表示BRD在歐洲市場 已經有幾大的市場率 都沒有 沒有 所以歐洲這個做法的話 事實上它是怎麼樣 它是把中國車還沒進去 它就在賭 可是問題就變成現在 歐洲以德國車為主的話 現在跟中國車 希望跟中國的這個電動車合作 比如說B&W 它現在就跟這個中國長城 它就要核置一船這個Mini 因為MG是上是B&W B&W買下來 所以他們要製作一場 一個電動的Mini 去打歐洲的中價位 中下價位的這個車的市場 那如果說歐盟對中國的這個 進口的電動車 當然包括歐洲在中國 中國這個製造的這些電動車的話 這個車如果它進行懲罰金關稅的話 那實際上中國大陸一定相對 對歐洲車進行選擇 那損失的就是德國 英國 英國現在已經不在歐盟裡面 不過這一場仗 現在看起來 德國歐盟會不會得逞 我覺得機率只有50%以下 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費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費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感濃稅 早 perlu看過 給大家看 OK Colon